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GSC 遊戲情報組 來得的遊戲探員, 賴肥! 對戰一些勁爆好遊戲給大家過癮吧 那就看看有哪一款是適合你的? 貓仔未來就在你手入面 幫貓貓重回主人身面 一款ADV會發展為各式各樣結局的遊戲 野貓物語貓貓版將會在6月27日登附Squiz平台上 玩家要扮流浪貓 以及必須在街上存活直到長大 是貓羅可以入手的遊戲 野貓物語貓貓版是收錄野貓物語 跟他的續作野貓物語2的合緝 今次主角是家貓玉瑰 某一天因為他追逐偶然飛入家裡的蝴蝶 不小心追追一下就追到一個平時不熟悉的環境 由於玩家要扮流浪貓的時候 經常都是處於飢餓的狀態 又要面對各種威脅 除了來自人類的問題 玩家還要透過抄垃圾 捉老鼠等等的方式來填土 你的任務是探索街道 找食物 不要被貓貓餓死 街上有很多不同性格的人類 有人是會控制你 給食物給你 但有些就 不過最後都會因為你的決定 而發展成為怎樣的結局 那就要看你怎樣玩 網絡評價值超高 令期待值更提升一步的 中文化犯罪 原而向月女遊戲Gostar Fellows 將會在6月27日登陸Swiss平台上 以真實犯罪緣而為主題的文字冒險遊戲登場 電影水準的演出和複線 驚人的故事發展等著你來探索 遊戲講述 美國東部一座虛構的城市新西格 女主角是一名自由記者 還有回到過去的能力 某一日她遇到林波 還目擊到她被殺害的過程 於是女主角就利用她回到過去的能力 阻止她被殺害 而認識到她們的人 亦都因為租屋的問題 所以女主角暫時跟她們五個人一起住 而玩家就可以跟這五名藍角展開一段戀情 劇情不單止聚焦犯罪懸疑的色彩 更加反映出人性的深層故事 遊戲中穿插著描寫朋友、夥伴、戀人 和家人之間深厚情感的故事 每個可攻略角色的故事 都分為《假開謎團》的前篇 和《家心關係》的後篇 可以充分享受豐富的內容 另外遊戲還收錄了 可以規探角色不為人之的一面小故事 可以決定的事是你 我… 我… 我殺了你… 由GST負責亞洲總代理的大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ARPG遊戲 獻元劍外傳窮之飛的大宇資訊旗下經典單機角色扮演遊戲 獻元劍系列第12款單機作品 帶你了解一下PS5版本有甚麼不同 背景設定在上古時代 天地可以互相連結 凡人可謹記天地 學習神力 寒妖除魔 然而被有心人利用 令到人間紛亂 伏希和女窩不忍於此 協同尊玉帝說服華須之主 將天門關閉 之後就沒有人隨意去到天庭 史稱絕地天通 本作相較於過去的作品突破了很多 例如採用新的光照系統 可以改善場景氛圍 打造風格多變的遊戲場景 引進了人物表情和語音對準系統 MVN動態捕捉系統 提升角色在各方面的表現水準 這些新技術的應用 不單是增添了遊戲的華麗感和認真度 都可以令到玩家更容易融入到劇情入面 這集已經說到這裡了 告訴我哪個遊戲你會買來玩呢 下集錄製有更多新遊戲介紹給大家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給我們 再按旁邊小鐘仔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